海豚這樣也沒什麼對 你說你如果要嫁 你媽媽說她也就是嫁妝 就是說你 她就要 你的結婚 她要嫁就對了 你哥哥呢 哥哥哥 哥哥就是要娶人家的 是 就是媽媽可以跟著哥哥 沒有 他要跟著我 他從小就可能哥哥 那陣子都不在 他一直灌輸 就是我的男朋友就是 如果要娶我就是要娶他 就是要帶著他 嚇死了 把他的焦慮 都放在他身上 對 我知道他媽媽很焦慮 很恐懼 被遺棄 所以他幾乎 她有兒子啊 對 他對他的兒子不信任 他比較信任他 他兒子不信任 他對兒子比較好 所以這邊要跟媽媽說 其實你要給別人正向的 女兒對你這麼好 你要相信 然後不要一直都覺得 對你好的 其實我覺得人的心理 真的是這樣 越對你好的 你都覺得你對他做什麼都沒關係 其實爸爸媽媽真的對他越不好 他越會去討好那個對他不好的小孩 然後真的 我看太多這種 就是說你對他 去討好 那個對他不好的 對 因為他對他不好 他知道他對他不好 所以他反而會去討好這樣的小孩 對他越好的 你去討好他 他去討好另外一個小孩 但是你說他會信任 那個他要討好的小孩 他不會信任 但是媽媽把太多壓力焦慮 跟他的內心的恐懼都放在女兒身上 所以你看他一直擔憂你 然後一直覺得你不能怎樣 你不能怎樣 然後我未來的人生都要靠你了 但他不會去靠一個他不信賴 但他會去討好那個小孩 這樣可以說 海豚太乖嗎 他有責任感 就是有時候要跟媽媽說 因為感覺就是 媽媽可以對他餘取餘求 就是說媽媽 你不要覺得這個小孩 這樣都一直可以承受得了 你要知道這個小孩又承受不了的時候 所以你要把他的那個重量減輕一點 那你放心 他不會丟下你的 他會好好對你 但你不要一直把重量加到他身上 這樣 他會垮得 肩膀很重 海豚你賺的錢交給媽媽 媽媽會把他交給哥哥嗎 我之前是因為媽媽跟我說 我給他的這筆錢 就是每個月要給他多少錢 然後這筆錢他去繳保費 然後我一直到就是有一天媽媽 就好像要改什麼合約還不知道什麼 就看到我就是他的受益人士 我跟哥哥一人一半 我就有點不平衡 我覺得你可以給 你可以給我至少六四或什麼 雖然我也不是要貪什麼 你後面的東西 我只是會覺得 那些都你在繳了是不是 對 然後哥哥那陣子都 然後哥哥可以分一半 對 然後媽媽說你真的很傻 你看你不要計較這些 以後你出什麼事 哥哥至少你有娘家可以靠 如果我媽媽不在的話 你有娘家你有哥哥可以靠 我想說你兒子 現在都不照顧你了 我之後嫁人 你覺得 你覺得他會照顧我嗎 你今天我們今天講了 好像幫哥哥徵婚喔 哥哥這邊條件不錯 我男腳的寶貝也不多 對啊 就是會 哥哥也會跟我借錢什麼的 媽媽他也會積欠 我們家的房租 我們現在一起住 就是他要給媽媽的養 就是養他的每個月的錢 哥哥都沒有繳 那都是我在負責繳這樣 以後你結婚會想生小孩嗎 會啊 那你會對小孩這樣嗎 我真的是每次都會發誓 我不會 我會有前車之鑑 就我有外婆媽媽 這種我不可能 你發誓什麼 就是我不會對 我不會拷貝他們的 對小孩的態度 來這樣子對我的小孩 因為我覺得小孩是有雙分的愛的那種 媽媽對我也很有愛啦 媽媽 只是 對 他對我的愛的方式比較特別 是 不過這個翠芬發現說 有很多離異的父母 會把另外一半的恨 發洩在小孩身上 我看過很多可怕的 把那個對另一半的恨 發洩在孩子身上 而且都用同樣的方式就是說 他們會在孩子 幫孩子洗澡的時候 當孩子都沒有穿衣服的時候 那時候去泄憤 就捏 就譬如說他看他這個小孩 想就想到前夫對他的不滿 就掐這個小孩捏這個小孩 或是打這個小孩 然後那個小孩 我就發現說還蠻多爸媽媽會 尤其是媽媽可能會幫孩子洗澡的時候 那把那個恨 發洩在一個沒有穿衣服的小孩 或者是 我也有看過阿嬤 會把那個 對那個爸爸媽媽禮異 所以他媽媽 他會把對前媳婦的恨 發洩在小孩身上 那因為媽媽都有探視權 所以當這個小孩跟媽媽出去之後 他就回來之後 幫這個小孩洗澡說 一邊脫他的衣服也是脫光光 然後就問那個小孩說 你今天你媽帶你去哪裡 拷打 言行拷打 就是說 去哪裡 你跟阿嬤說 他有沒有帶你去哪裡 你說 那在一個小孩都沒有穿衣服 就是完全沒有防衛 然後這種很脆弱的狀況下拷打 他就是一個人會射縮著 然後就會去跟媽媽講說 跟阿嬤講說 今天媽媽帶我去兒童樂園 今天媽媽帶我去書店 今天媽媽帶我去哪裡 以後媽媽帶你去哪裡 你都跟媽媽說不要去 所以我就會發現說離異之後 他們都會做把小孩衣服脫光光 然後去在那個他最脆弱 最沒有防備的時候 去跟他要嘛就是宣洩情緒 要嘛就是警告他說 以後誰帶你去做什麼 你都不能去 那小孩在這樣長期的狀況下 我真的覺得他們會有很多羞愧感 沒有至尊 然後對於很多事物 真的會很恐懼 所以我真的還有時候會遇到甚至於有些不是禮異的 所以那個脫光光 脫光光是很可怕的一件事 我只要聽到這個 我心裡就會覺得很緊縮 就會覺得這個小孩一定是遇到非常可怕 殘忍 然後完全沒有尊嚴 然後羞愧感極強 那我還有遇過那個爸爸媽媽在處理 就小孩做 做了搗蛋的事情 把他全身脫光 然後把他推出門外說 你做這麼丟臉事 就要讓你丟臉到底 就也是把他脫光光 然後把他推到門外去 然後大家看了就會說 怎麼會這樣呢 怎麼會這樣 那小孩真的是羞愧到 一直敲那個門說 媽媽讓我進來 媽媽讓我進來 不要這樣 不要這樣 那個對他長大人格 對 那個人格扭曲 真的好大 我就說拜託 拜託 千萬不要把你的小孩 拖光光的時候 再對他做一些 不管你是要告訴他什麼 做什麼 這些對小孩的影響都很大 而且我真的發現不只一個案例 我原本以為是 這是一個特殊的案例 後來發現 我知道過程中 遇到好多這樣的情形 那他對他長大的影響是什麼 對他長大的影響 他就會非常害怕 這種 所以他們對洗澡這件事情 有些時候 我們覺得洗澡是一個放鬆的 可是他洗澡的時候 就會想到那種 小時候很可怕的被羞辱 對 被羞辱 那他們長大之後 對於這種被羞辱 是極度極度的敏感的 然後有些時候 他們這種羞愧感 就很難消化掉 一點點 他們就會覺得特別的敏感 然後特別的焦慮 然後很怕會處在這樣的狀況 等一下回來 我們繼續討論 來 先休息一下